以色列人在抗疫的时候 是借着汇幕去经历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的 汇幕的至圣所里面 就放置了一个约柜 一个上帝临在的标记 根据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以十五章十至十一节 耶和华晓语摩西说 要用造甲木作一柜 长二爪半 宽一爪半 高一爪半 要里外包上精金 四为相上金颜边 至圣所里面的约柜 和上面的诗恩座 是代表上帝在地上的宝座 约柜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纳约的标记 可见是多么重要 《新药圣经》 《希伯来书》九章四节 《新药圣经》 提供给以色列人每一日的食物 《新药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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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以色列人在抗野 为了瘟疫的发生 而埋怨摩西和亚律 于是上帝就对摩西说 你晓语以色列人 从他们手下取像 每支派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首领 按着支派 共取十二根 你要将各人的名字 写在各人的像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 写在利美的像上 因为各族像 必有一根像 这一段的经文 是记载在文数记 十七章二至三节 接着在第五节说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像必发芽 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 自食 不再达到我意中 结果 一支没有生命的像 竟然一夜之间发芽 生长花爆 开花 结了熟行 这个无非是上帝的作为 值此提醒 祂的子民 不要埋怨 只要顺靠 顺服上帝 第三样物品 两块药板 这两块药板 是摩西 在西乃山上面 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十戒 是上帝 和祂的子民 纳约的根据 对以色列人来说 十戒 是上帝颁布的法例 和典章的基本原则 他们是要 世世多代地 紧守进行的 对今日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纪念上帝 藉着主耶稣所留的补血 救赎所定立的新药 努力研读 和进行圣经 所记载上帝的话语 请大家一起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你昔日藉着会莫 和若跪 代表你和你的子民同在 今日 我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殿 你藉着圣灵 住在你这么多儿女的心中 实在太宝贵了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感谢天父 赐我们日用饮食 更加赐下耶稣基督生命的粮 你亦将你的话 即是属灵的玛拿 借着圣经的启示 使我们得到 在生活上行为的指引 求主叫我们 珍惜你的话 每日言读 使我们的灵魂得到饱足 天父 昔日以色列人 遭遇到瘟疫 就埋怨你 你就借着 阿伦法牙的象 启示你的旨意 求你都帮助我们 总是在疫情当中 都愿意信靠信服你 因为知道 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似平安 而不是降灾祸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你的人 得益处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命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